朱先生呢,你出生的是农公立的91年2月13 上午10点呢,上午9到11点都为40 你希望了解事业采用和你感情等六个方面的问题 我们先来看一下你爸子的一些基本信息 首先呢,你这个出生的日期呢,这一天叫贾爷 这个贾呢,是石天干的第一位老大 所以贾母性格的人啊,一个性格刚直 再一个呢,有总之领导才能 拍面子,做事情以自我为更新 有领导才能是他最大的一个特点 这是一个基本信息 再一个呢,你的命名叫武序,叫天意性 说明你心性平和,意道有名 你心性呢,相对来,虽然刚直,耿直 爱面子,但是你是一个心性平和的人 而且你天生的就有艺术方面的才华 还有各种观察混杂啊,说明你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 你从小啊,受到了较多的一个约束 当然了,还有呢,你啊,也没有走上 走上没有任何的遗产 这是什么呢,让你来继承 这是基本信息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呢 我先说这个 事业财运 从事业财运上来看呢 就是说,你呢 月上叫见肉 日上叫日肉 就说做了日月两肉 那就是你是石凤肉之人 这一点呢,显示很明显,很清楚 祝宗呢,正先财都有 而且呢,正先财都 说明了,你一定是富贵中人 当然祝宗这个观察混杂呢 这个呢,还有一个问题啊 他也表示 你这个兄弟姊妹当中呢 有这个,这个没落草的啊 就是有 有一些没成的 这是一个,也表示啊 你这个 头啊 尖啊,应该是有过伤 或者头发里边应该有过 尤其是2010年的时候 我现在说你事业财运 事业财运呢,我们看到 2015这一年呢 应该是你事业上比较好的一个年份 啥原因呢 官杀混杂 这叫何去 官心不贵,何去欺撒 不为凶 这2015年呢 这个太随呢 把你这个欺撒合走了 你用官了 为2015年得官了 2016年呢 他呢,把官又何去了 那什么2016年这一年呢 事业运上呢 起见了一个起伏固定的一种状态 在2015年 事业运很好 毫无疑问的 那么下一次呢 事业运的发展 七八和七成呢 在2023年 这一年有七八 你的行李状况呢 整起来讲都是 还是 相对来说都是很 很顺利的 你次两岁十个月行李 三到十三岁这一段时间 走动性特别大 跟家庭有一定的关系 那么十三岁之后呢 对你来说一路顺畅 你受到良好的教育 私车上有一个文昌性 说明你文化很高 十三到二三又行个文昌性 什么学业 学习这一方面呢 都很好 说的这个意思 总的来说啊 我认为何哪儿 你的世界财运呢 整体来讲呢 就说 祝总政签财都有 而且财林长 从前言万听 而且身强撒旺 官毕毕 就将来是 富而且贵之本 这一点毫无疑问 运势呢 除了十三岁之前 那个状态 不是很好之外 后边的运势呢 整体来讲 都是一路分手 能排到了七十三到八十三 你只有这一步 不太好 十三岁之前 这一步不太好 其他都是顺利的 这一点毫无疑问 这世界参与 近期的二零二三年呢 有奇葩的趋势 这一点啊 也是很明确的 而且你这个呢 总体来讲啊 前程不可限量 这是我们整齐 看到一个观点 这是一个 那么呢 下来这个婚姻感情呢 你的婚姻感情呢 无疑是不好的 不好的有几点 第一点呢 你是人们平常所信的 童子命 童子命的人都富贵 富贵这时有八九 但婚姻不好的人 也时有八九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你的假银日 不但是一个孤联日 而且呢 苏孙这一天呢 天干和地之相同 这就是夫妻口舌 所以我们总体来判断呢 你恐怕是一个二婚之相 而且呢 你也体现出了一种 晚婚之相 这是我们整齐看到的 这是我们整齐看到的 那么 你的婚姻啊 婚姻是不好的 我刚才跟你说过了 我们从这把子上来看呢 你的婚姻呢 首相呢 应该是九五年 宿主的人 这是一个基本点 第二点呢 同时呢 你和九二年的人 也有缘分 因为我们不能保证你 就是一婚 我们看呢 应该是二婚之相 这当然 这个 儿婚这个趋势呢 他 发送的年份呢 还是要往后退 在很远的 这个年份 四五十岁 这个年份里边 还有出现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 再一个呢 他的 他的出生地 跟你的出生地 是东西一条线上 跟工作地没关系 这一点你要搞清楚 就是说他不 他一定在你的东边 或者西边 就你在他的东边 或西边 就这个意思 出生地啊 跟工作地没关系 这是第一个 再一个呢 你 这个 我们看到了 你结婚的时间呢 是2021年 2021年 那三四月 或者九十月 早在三四月 晚在九十月 这是一个 在婚姻上呢 你还是 我还是劝你 不要有 这个呢 要调整自己的心态 要调整心态 因为好几种词号呢 都表示呢 这个婚姻照待 不是很好 这一点 要注意这个呢 我希望你和佛学 道教啊 结缘 学传统文化 这地方有智慧 可以帮助你 来解决你婚姻上的问题 婚姻是天命 靠其他的知识 是完全没有 无济于事 这一点要明白 唯有靠宗教 这里边用着智慧 来解决 是捷径 也是一件 比尼佛舟的 这是一个 职业散德呢 你这就是官邻 官杀混杂 又有愤怒 正偏财的望 财望生官 官望 深望 官必我所用 就是我可以所观 财官双领 富贵子民 这一点毫无疑问 这个你不要公论 当然了 从御庆普救的这一点来说 你更喜欢的是水 水呢 水的颜色是黑蓝色的 水的望的地方 在出生地的北方上 这是总的原则 但是水望的地方 它都 水都望 这我们所说的一个 这个水 水的素质是一和六 你把你的电话 可以放上用一或者六 水的颜色黑蓝色呢 你可以 你的车啊 服装啊 甚至你家居装饰啊 这一方面呢 都要靠着 命风 就朝这一方面靠 我们看到呢 你的这个名字呢 文 它的五行所水 降五行所金 也是一个金水相生的 很不错 这个名字呢 对你的试验 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因为你的用程是水 水是印 你的关心是金 金生水 关 生印 印生生 这就十分有名义的试验 这是 我不知道你就是 叫别人气的 还是你们无意当中 做到了和命名的 一致协调和同意 对 这就不行 健康机构 没啥问题 你这个还 现在加上这个行李顺利呢 没有什么问题 你不要过多的起忧虑 从拔子上来讲呢 就说这个 我们认为对你来说 就是你要注意这个腰腿啊 肩 就是个 腰腿啊 这个 监禁啊 这一方面的问题 拔子上有个现实 同时 我们建议你呢 你这个人啊 就是对你来说不太合适的 因为拔子当中的木特别旺 这个木呢 有时候太旺了 这个金木相干啊 它往上木 只肝胆 金不肺 所以这个酒啊 对人的肝胆 都有一些的损痕 多了都不好 我说的这一次 不是说你现在有个问题 你现在身强观望 身强的表示身体好 我就说身上的薄弱点 要注意肝胆 还有注意这个 肺 呼吸系统 这一方面的问题 现在没啥问题 流年大运呢 其实我一直顺着在说 因为你这个流年大运 很顺利很好 我说来说 就无非就是 财林掌声 前缘万听 就是你将来啊 钱很多 古人啊 有的钱呢 就是买地址 买房置地 前缘万听 说明你很富有 这个官萨也很旺 说明了 你啊 这个 官萨很旺 也说明你啊 以后这个官的 事业会做得很大 同时官萨旺呢 也表示两种意思 官是文官 萨是武官 就是你跟文文二官 都有一径的缘分 这一年大运 接下来 2023年啊 这一年呢 会有其他的一个迹象 就是我整起这个 实际上整个 已经都说了 其他的再为啥了 你这很好 虔诚无量 你呀 这一生呢 最麻烦的事情 是婚姻的问题 这是一个 最好的问题 是事业和财运的问题 这就是你主要的 一些问题 这婚姻问题 反正还是我看到 不一定很好处理 哦对 你还有一些 客妻 你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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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妇 客妻 这个要注意 当然了 客妇呢 你就跟父亲 尽量不要在一块待了 客妻呢 是你把自己本人 本人就带着这个 这是婚姻不好的标准 学传统的话 学宗教文 这就很大方的 好就这样 这就很大方的 我认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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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认为了